请你帮忙留意的问题你听出来了吗 Yes, he likes steak 在今天的课程里我们将一起学习如下的要点 首先在词法方面我们要学习好多种肉类的词汇表达 我们还要学到借词at和in的区别 你还会知道啥叫动词的三单呀 你还要学到三个也 also either to 那它们区别是什么呢 咱们在核心句法里面要学到所有格的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还有三单如何写疑问句否定句 在口语表达里面我们要学习到夫妻之间的称呼有哪一些呢 我们在口语表达里面还会学到亲密的人之间有哪一些昵称呢 咱们直接进入今天的词法部分 首先先让大家的视觉饱餐一顿 我们要来学习一些肉类的词汇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直观的看出来 咱们配上了图片 通过图片能让同学们更直观的感受到 这些肉类到底是什么样的肉 首先beef是生牛肉 steak是牛排 lamb是很嫩的羊羔肉 mince是肉馅 chicken是鸡肉 咱们进入词法的第二个环节来学习全新的两个介词at和in 大家可能多少都知道at和in都表示地点 但是具体怎么用呢 有时候也晕乎乎的 Landy用个顺口溜帮你轻松记住一下 at用在小地点 学校商店和银行 包括我们家里边 in用在大地点 国家省份和城市 还有密闭的空间 那么下面呢 有几个地点 那咱们自己去判断一下 做一个连线题 看看你能不能选对 哪些叫大地点 哪些叫小地点呢 请同学们自己呢 先暂停一下视频 看看你能否全部做对 at home at the butchers at the bank in China in the box in Beijing 你都说对了吗 很多同学不理解 什么叫第三人称单数 这是一个复合概念 咱们先来看一看 什么叫人称 人称分为第一人称 我我们第二人称 你你们 第三人称他他们 那单数啊是等于一的 复数呢就大于一呗 所以男他女他动物他 都叫第三人称单数 那他们有什么特别呢 他们在使用的时候啊 这个动词啊就不能乖乖的变圆形了 而是要变成了三单 咱们来看一个句子 she likes beef oh 这个三单就是动词后面要加上s啊 就好像名词的复数要加s一样 他们的变形规则还都是一样的哟 再看一个句子 he wants some banana ok oh 我们知道什么叫三单 那三单在使用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首先要明确两个三单的概念 第一个代词 he she it 肯定是三单 第二 可以用这三个代词代替的人或者是是 包括所有不可数的名词都叫三单 第三人称单数 简称三单 他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代词 he she it 肯定是三单 第二 可以用刚刚这三个代词代替的 人或者是是 都叫三单 也包括所有不可数的名词 动词三单的变形就是加上s或者是yes 它的变形规则跟我们的名词变幅数 用法是一样的 Tom likes running The girl works hard The dog runs after a cat 聊完了三单 咱们来看看 英语里的三个也 肯定句中的也 是to My husband likes steak I like steak too 肯定句 同样你还可以换作另外一种说法 I also like steak 在疑问句里面 你只能用to来表达 yeah Can I come to? 我也能来吗? Can I come to? 否定句里面用 either My husband doesn't like chicken I don't like chicken either 或者是either 是同一个单词 以上是词法部分 来看看今天的句法里面 有什么全新的发现 所有格的新表达 当我们表示什么什么的商店 来表达所有格的时候呢 通常把地点shop直接省掉了 那比如说 the butcher's shop 屠夫的店 理发师的店 对吧 我们把商店都省掉了 变成the butcher's 用所有格表示店的名字 the hairdresser's 理发店 诊所呢 the doctor's office 比如说 我妈妈的家 my mother's 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office和house 全部省掉了 就表示前面某个人的场所 咱们刚刚学习了三单的变形 就是在动词后面加上s 或者是es 那那个是肯定句 那么怎么变成否定句和疑问句呢 比如说 I like the cat 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 我们是通过增加助动词do 助词变化 动词原型 来进行句型的转换 比如否定句 I don't like the cat 我不喜欢猫 它是do not的缩写 那变成疑问句呢 do you like the cat 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助动词是do 那第三人称会不会有所变化呢 那我们知道第三人称的动词后面 要加s或者是es 那它的助动词呢 就是在do的基础上加了es do does ok这样就区分了 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 了解了助动词 它的用法和do是一样的 助词变化 动词原型 我们来看一个例句 the girl works hard 女孩工作很努力 那她不努力呢 doesn't does not 变成缩写 就是doesn't the girl doesn't work hard 那变成疑问句呢 助词提前 动词不动 does the girl work hard 动词要全部变原型哦 来到了今天的口语环节 我们来学习一下 亲密的人之间的 昵称是怎么样的 比如夫妻之间呢 he is my husband I am his wife 他是我的丈夫 我就是他的妻子 比如男女朋友之间 还有闺蜜之间 会说一些比较甜蜜的话 通常用哪一些呢 honey dear darling sweetie baby 都可以用啊 显示朋友之间相互的亲密关系 以上就是本节课的核心知识点 我们来快速做一个小节 首先在词法方面啊 我们学习了肉类的词汇 比如beef steak mince chicken lamb 等等 我们还学习了借词at和in的区别 at用在小地点 in用在大地点 你的脑海里现在有没有 这两个词的区别概念呢 我们还学习了 什么叫动词的三单 就是第三人称单数 我们的词法里面还学了三个也 to also 和either 或者是either 在句法环节我们学习了如何用所有格表达 什么商店啊 什么诊所啊 什么家呀 只是在名词后面加上一个ps 我们还学习了三单如何变成疑问句和否定句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学到了三单的主动词叫does 口语环节里面我们学习了亲密关系之间他们相互的称呼 包括darling啊sweetie啊honey啊等等 以上就是本节课的课程金讲的全部内容了 通过对课文先进行听说训练321之后呢 再来进行词法呀句法呀口语运用的全面学习 我们才能对所学的内容有全方位的掌握 如果你还没有完成听说训练321 那就赶紧去练习吧 现在是时候秀出你的实力了 Landy老师把课文用图片的形式呈现给你 请你尝试着通过图片来复述课文 让我们一起来试试吧 Do you want any meat today, Mrs. Bird? Yes, please Do you want beef or lamb? Beef, please This lamb is very good I like lamb, but my husband doesn't What about some steak? This is a nice piece Give me that piece, please And a pound of mince, too Do you want a chicken, Mrs. Bird? They're very nice No, thank you My husband likes steak But he doesn't like chicken To tell you the truth, Mrs. Bird I don't like chicken either 如果你能通过刚才的图片 将课文复述出来 那就要恭喜你 圆满地完成了今天的学习 通过对课文 先进行听说训练321之后 同学们不难理解 这些知识点了吧 如果你还没有完成听说训练321 赶紧去练习吧 我是Landy老师 咱们下节课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Bye for now